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 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这个大盘 跌到今天 大概差不多了 为什么呢 我今天会讲到底给大家听 那当然每一次的一个下跌 也许投资人心情上面都不同 都不同 但是老师在今天 我必须要告诉大家 这个大盘应该快要跌不下去了 所以说你手中有股票的 你这几天也不用说太冲动 不用说急着去卖 如果说你不是用融资操作的 你也不用说急着去卖 稍微忍耐一下 一天两天 也许对不对 这个礼拜过了下个礼拜 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大盘 又开始活蹦乱跳 那为什么老师会有这种想法呢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解答一下好不好 今天的一个大盘 你看早上一开盘这个压力非常重 早上9点5分就下跌 9点5分这个成交量也非常大 代表说今天早上很多人停损 所以说今天按照我们开盘八法里面 讲出来的话 它叫做三点低盘 三点低盘本身 它就是等于是重挫盘 但是盘中你看没有 这边有买盘介入之后 加薪指数就往上对不对 拉到平盘以上24点 尾盘的话刚刚好也是下跌了24点 当然的话这是第一个讯号 第二个讯号 目前为止单根K棒出现了所谓的 这个叫做钉子线 十字线也可以钉子线也好 这代表说目前为止遇到多方抵抗了 当然你学过这个技术分析 应该都很清楚了 这大盘如果说在下跌当中 第一个你要去找到一个讯号 叫做战上五日均线 但是如果说你再往前推 战上五日均线之前 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止跌讯号 今天的K棒就是符合老师刚刚讲的 单根K棒告诉你 这个地方有止跌讯号 对不对 虽然说开低嘛 开低走高 这个地方还不错 那当然未来的话 我认为在一万三千点以下 基本上三千点一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买点 以长线的角度来看 虽然说你现在操作有时候 你这个格局要放大一点 一万三千点以下 老师认为都是一个长线里面 非常不错的一个买点 那大盘有止跌讯号 未来会站上五日均线 后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五日均线 可能要跟十日均线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这个就是袁老师对于大盘未来的一个看法 未来的一个看法 当然你看老师节目的话 你第一个重点的话 你应该老师有在十月一号跟你讲 这个限空令 这个限空令才刚刚开始实行 但是我认为这个限空令 在当时候真的下得非常轻 为什么 他只有把成交量数的30%降到20% 这样的幅度不是很大 这是之前我们所公布的一个讯息 今天他又从20%怎么样 今天又从20%给他降到变成10% 也就是之前力道不够大 现在的话持续的把力道再加强 另外一个本来的话 你如果说空100块钱的股票 你要准备100块 现在你要空100块的股票 你要准备120块 成本增加了 空的张数减少了 而且是以30天的一个成交量来小 如果说这个大盘未来成交量缩的话 我跟你讲 可以放空的一些张数 直接就砍半 再加上成本增加 你认为政府会赢还是说你们这些做空的会赢 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 我认为官不跟民斗 民不跟官斗 做人民的就是要安分守己 做官的 两个口 怎么说他都对 当然这个大盘 还是有人认为说还是会持续下跌 好吧 那你们就持续去放空 那严老师不是说我反对放空 不是 如果说你在对的一个时间点去放空 那我当然赞成 那这个加钱指数你看一下 修正的4200点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放空机会最好 应该在这边 应该在这边 不然的话你要挑最近的好不好 最近是几月 八月的 那你不是放空在八月 你是在这个地方你去放空 而且你看到地狱倒霉鬼 还要去放空 为什么说叫做地狱倒霉鬼 你空的位置不对 如果说你空在这边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 空在光明顶 以现在的形态来讲 你空在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会赚钱 你空在这个地方 很多的股票 真的都跌不下去 你还去空它 而且你去放空它 你也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 像我们做多的老师 对不对 这支有钱 我们就公布一下 该停损就停损 我认为停损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们不会去凹单 我们绝对不会去做凹单的一个动作 我认为大盘现在跌到这个位置区了 卷空单第二次加码 限空令第二次加码 那未来会不会有第三次 第三次是什么 平盘以下不能放空 以前曾经有实施过 还有什么 证锁税 证交税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鼓励大家 对不对 当冲 我不认为说事情这么严重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还是老话一句 民不跟官斗 到时候不要斗输了 老师你都不跟我讲一下 说政府现在要强力做多 11月份 对不对 地方选举嘛 地方选举你认为 你认为政府会做多还是做空 我问你好不好 那12月份对不对 基底作战 要做年报 你认为外资会不会回来 这个问题很好 外资现在都在卖 那外资会不会回来 外资什么时候回来 他不可能说等到12月 对不对 他要作战的时候才回来 买乎 因为法规上面有限制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主管机关 这经管会 这主委黄先生 出来讲话 台股目前为止 他认为这个政策很好 他对于这台股 未来是有信心 我也很有信心 严老师信心满满 我直接跟大家讲 当然最近有人跟严老师反应 老师我会有一些不良会期怎么办 不良会期我来帮你 只有我能帮你 别人可能没有办法了好不好 你来找我 我能帮的我就尽量帮 那大盘 对不对 分析求准 这老师的看法没有改变 个股分析的话就是求标 当然我们的节目 你会发现 早上的时间 我都尽量播这个时间 给这些友台 包含这个友台 3D新闻台也好 这个非凡58台也好 为什么要播时间给他们 我希望是能够提早一步 把我们所知道的讯息 比如说三点低盘 这个开盘八法量价结构 族群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 事先的去提醒大家 但是这个盘中的一个法令 法规也非常严格 我们都会去做出个遵守 所以早上播了两个时段 一个是3D新闻台 一个是非凡的 那我们会进行 所谓的连线的一个动作 好不好 广播节目的话 一样没有改变 每天下午3点到3点半 运通财经台的部分 下午3点半到4点 包含凌晨的重播 还有早上重播的一个时间 我希望的话 你在任何时间点 你都可以看得到 听得到盐老师在跟你讲什么 我认为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当然这个有时候这个操作 当然这个有人建议盐老师 老师你有没有办法 帮我们做这个当冲或是隔日冲 这个建议非常好 因为行情目前为止 不大适合做这个波段操作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会转个方向 我们会帮投资人 来做出一个当冲交易 还是隔日冲 但是我必须要说明一下 你想要做当冲或是隔日冲的话 你必须本身要 这个融资券的一个资格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这个完成 对不对 手续了 报名了 参加之后的话 记得要跟我们的助理要拿专线 那老师为什么要拿专线 因为当冲交易的话 我们都是用所谓的电话通知的 因为它非常及时 非常及时 那如果说你符合这个资格的话 当然老师非常欢迎 老师非常欢迎 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资格的话 你也要稍微去补一下资格 因为我认为一个投资人 如果说你当冲隔日冲可以做 未来的话这个大盘跌不下去了 三连低盘 三日之内可能见这个 此坡的一个低点 你这时候可以反向去做什么 做所谓的坡断单 也就一手做价差一手做坡断 哪个十几点吃的做什么 那我们就一起去做 我认为这样子胜算上面 应该会比较大 应该会比较大 那当然有时候这个股票要底部布局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其实 我们在10月5号跟大家讲过了 这底部低跟起涨的 短线上面要做价差可以先卖 我这边写得非常清楚 买到之后短线上面要卖 等拉回 今天拉回了对不对 又开始涨了 又开始涨 这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价差操作 好不好 你不要想太多了 这地方就是一个价差操作 你现在会发现很多的股票都跌得很深 尤其是点珠购 IC设计 这个地方跌得真的非常深 但是我要提醒你 未来大盘如果说出现止跌的讯号 如果出现反弹回转的一个讯号 电子股里面的IC设计 你真的要注意一下 你今年想要反败为胜 你要先看IC设计 你后面再去看航运 观光也是可以 生机也是可以 但是第一个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电子股 因为大盘的成交量 全子股的部分 你一定要看到 这个所谓的电子股 我说电子股的话 是我们10月份操作的一个重点 很多的股票都跌到跌无可跌了 那当然今天出现止跌讯号 比如说你看3008大立光 对不对 今天就开始反弹了 2303的 这叫联电 对不对 今天的话也出现所谓的止跌讯号 2317的鸿海虽然说今天下跌 但是跌的部分已经不是很深 但是这个台积电对不对 台积电昨天跌8% 今天还在跌 这个你就要注意 好不好 这个筹码面 这个太乱了 航运类股的话 今天表现性不是很强 你想知道老师就让你看一下 这个阳明昨天跌今天也跌 还在跌 2615对不对 万海还在修正 2603对不对 长龙对不对 有人说他泡泡龙 对不对 真的叫泡泡龙对不对 泡泡龙对不对 一直跌一直跌 所以说有时候股票操作 跟对人做对股票才会赚钱 像这档股票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跌 没有跌 我礼拜三跟你讲的这个股票业绩 业绩不好会涨 今天也是没有跌 今天一样再创波段新高 那有些股票会涨得很莫名其妙 平常都没有动 突然涨上来之后的话 消息面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股票未来有多好 那这种股票能不能做 可以做 这种股票的话 比如说这一档股票 平常都不会动的 今天开始动了 对不对 那我麻烦大家 对不对 买进之后先做价差 我们先做价差 因为现在的盘势 不大适合做波段 所以短线上面 你看到这种股票 短线上面你看到这种股票 这今天非常强势 那你在开盘价的时候 你就应该切进去 可能赚的比较少 但是还是赚钱 这是做价差的好不好 那有些股票 它不大适合做价差 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波段 比如说这个股票 已经连涨两天三天了 对不对 那今天一样可以进场 今天一样可以进场 今天上涨了接近8% 你说老师 我到底要做波段还是做价差 这个叫做价差 对不对 这个叫波段 其实这种股票都可以 因为尾盘的话 还是有很多人在买 所以说股票有时候你要 你要把它搞得清楚 也不简单 但是一般投资人都认为 老师现在大半一直落 只要大盘一直掉 这个投资人就非常烦恼 一下子烦恼这个FED 一下子烦恼这个鲍尔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很恨他 鲍尔鲍尔对不对 对不对 未来的话你们都会感激他 很多人好的跟坏的他搞不清楚 对吧 包尔要升息是救全世界 如果说他不升息 那通货膨胀我跟你讲很严重 可能你去超商 去全联对不对 去买一包卫生纸 可能一包卫生纸会涨到1000块 你不要不相信 一纸那个中国代表你知道吗 这个国民党要撤退的时候 金元券 银元券 对不对 元大头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只有黄金才有用 所以这包额 这个FED升息是救大家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行情虽然不好 老师要提醒你 你要把逆风当作是顺风 哪些股票是顺风交易 来 这档立凯 这个立凯 有没有办法赚钱 当然有 为什么有 我问你 为什么 因为他创波段新高 因为他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你创波段新高股票一定赚钱 是不是 那你跟着元老师操作的 投资人 单股会员的 这档股票你有没有赚钱 应该有 那拉回怎么做的话 我在节目里面就不大方便讲 好不好 老师带着你来做就对了 好不好 IC设计九阳今天也不错 对不对 今天也不错 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讲 股票操作看未来 股票操作看未来 这种股票的话 你拉回的话就要注意一下 当然这个大盘 昨天大概下跌了600点 今天的话再度的探底成功 探底成功 现空力的话第二次的一个发表 大概应该不会有第三次的一个机会 我个人这样想 两次啊 要三次的机会真少 现在这个投资人钱啊 钱准备好 这个很多的股票现在跌无可跌了 短线上面可以做价差 如果你要长线布局的话 我认为这个时机点也是相当的不错不错 那目前为止的话 要先解决大家这个股票问题 第一个手中有不良会骑的 手中只要有不良会骑的 严老师全部帮助你 这样子可以啦 这样子可以啦 那当然这个大盘 大碟要大买 危机入市 我也讲很久了 那今天给大家一个 之前没有的 可能未来也不会出现的啦 好不好 赶快利用这个大盘回档修正 赶快去买就对了 因为可能明天过后 未来可能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跟你想的会完全不一样 那今天第一个动作 先把电话拨通之后 直接拿标股 超出我们下一档 要买进的一档标股 点租购 点租购 IC设计的好不好 只要你电话拨得通 股票拿到了 未来就是等严老师的动作就可以了 就那么简单 今天开放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 会期加倍奉还 听清楚 今天只收一个月简讯费 会期加倍奉还 那今天电话拨通了 机会就是你的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投资人赶快扫描 重要的股票 重要的资讯都在里面 好好把握 打电话 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文人头库 颜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 增幅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办法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就算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头户 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 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走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大盘当然你看到的现象 好像说就是一支碟 但是你要去看到这个不同的一个面向 这个金管会为什么 这个限空令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是希望大家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这个有猫腻 这个台股九月份上市归公司 对不对 公布营收 它营收非常好 只有比这个历史新高 稍微低一点 那你认为这个台股真的基本面 对不对 好的股票的话 跌到现在的话 真的没有人愿意去减便宜吗 当然不是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就让我想到 这个08年这个金融海啸 这个很多投资人 也不知道对不对 听到什么东西 就拼命的卖股票 反正每天一大早起来 就想要卖股票 对不对 卖得出去的很高兴 还会去庆祝一下 卖不出去的 对不对 可能对不对 在家哭一哭 结果后来 这跌不下去了 当时候把股票卖掉的人 就开始哭了 这个卖不出去的人 把这个事情忘了之后 他的股票对不对 不止没有赔 反而还赚了钱 所以那好的跟坏的 有时候你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面也是很公平 就像有些人在小时候 他不念书 就像颜老师 长大拼命念 这个也不是一个坏事 小时候比较爱玩 长大以后改过向善了 所以书会多念一点 对于现在的工作上面 也是帮助性也是非常大 这是题外话好不好 股票的操作是有买有卖的 那比如说对不对 这个11号我卖出去的股票 赚钱对不对 那我会不会想办法买回来 会 我直接跟你讲 这个股票还没涨完 未来的话我还会再买回来 当然很多的股票 你从底部开始操作 是比较顺 IC设计的励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随便买随便卖 你都赚钱 最近上涨的育权 跌无可跌的 两根停板先卖掉 监控器的 监控器的 这个也赚得到钱 随便买随便卖 只要是上升轨道的 记得要卖 记得要卖 别的老师不会拿证据给你看 只在那边秀一下而已 严老师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 比如说申瑞 就没丢了 卖掉才有机会去买下一档的股票 我这样讲应该对 那当然这个成功的交易者 必须要克服恐惧跟贪婪 这个必须要去做的好不好 那未来的大盘上涨了 很多人会跟你讲 这个报复性的上涨 还会有很多人跟你讲 现在赶快去买底部起涨的股票 这都太晚了好不好 如果说你想反败为胜的话 我认为今天这个大盘 已经看不到底部了 看不到 这底部已经到了 按照我的看法了 应该差不多了 这时候你也不要再卖好不好 有任何的问题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的 老师都答应你 老师都帮你 记得第一件事情 先打电话 先拿标股 代号先拿到 股票先拿到 等着我们通知就可以了 今天老师最大诚意 今天开放只收一个月 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 直接帮你服务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赶快扫描 重要的讯息都在里面 明天的股票也在里面 先扫描 股票先带回家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打败懒得动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火力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住转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悬谱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 在一起 在一起